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蓝宇已经停航两天了 目前虽然没有物资不足的问题 但是当地超商的货架上 有不少的商品因为无法补给 几乎被抢购一空 像是面包类 加热食品 还有牛奶等商品目前都是大缺货 不过今天贴气的状况转好 将会有三班的客轮 分别从台东和屏东往返蓝宇 大牌长龙 蓝宇开圆港边 人潮挤得满满满 看见客轮进港 游客欣喜若狂 因为停航两天 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 东北季风发威 往返蓝宇和绿岛的船班 都受到影响 蓝宇更是6号和7号 一连停航两天 目前蓝宇滞留人数约1600多人 绿岛滞留人数则是1985人 逼近2000人 游客困在岛上 有家归不得 虽然蓝宇岛上 没有物资不足的状况 但不少商品因为无法补给 超商内架上存货都被抢购一空 面包加热食品和牛奶等 目前统统大缺货 绿岛的状况也是不遑多让 货架全都空荡荡 好在8号天后转好 台东富岗将有两班客轮往返蓝宇 加上屏东后壁湖的一班客轮 总共可运载900多人 绿岛则是停航一天 加开的船班除了把游客载回本岛 也将一并把物资送进岛内 提醒民众 国庆年驾到里岛出游 也务必要注意往返船班问题 记者刘林向台东报道